今天就来盘点一下NBA之中那些单赛季得到2500分的球员有哪些 1.1981-1982赛季摩西马龙得到2520分 摩西马龙在休斯顿的最后一年里得到场均31.1分14.7 篮板1.8助攻1.5盖帽的数据 也容易那一年的MVP 不仅仅为球队打出了非常不错的战绩 并且也达到了单赛季2500分的战绩 2.1960-1961赛季埃尔金贝勒得到2538分 1962-1963赛季埃尔金贝勒得到2719分 还处于自己生涯的第三个赛季 而他就已经可以得到场均34.8分19.8篮板5.1出攻的成绩了 这就是贝勒的强大之处也是胡人名数之一 他单赛季的表现惊讶了所有人 单赛季2500分简直是无敌一般的存在 3.1989-1990赛季卡尔马龙得到2540分 新秀赛季的马龙就已经展现出他的耐久如此之高 单赛季场均砍下31分11.1篮板2.8助攻1.5强弹的数据 此时的马龙还是处于爵士的舰队理念核心存在的 让所有人都知道马龙成为了那个无敌之王 他和斯托克顿的黑白装萨让很多人都闻风尚胆 4.1981-1982赛季乔治格文得到2551分 1979-1980赛季乔治格文得到2585分 冰人格文作为马次最早的名数之一 他在NBA期间一直都在马次队效力 只有最后一年来到了公牛 他是那种非常强大的得分手 冰人格文1981-1982赛季场均砍下32.3分5篮板2.4助攻1强弹的数据 成为当赛季的得分王也入选最佳阵容 5.2016-2017赛季威绍得到2558分 这一年是威绍第一个单赛季场均三双数据的开始 他砍下31.6分10.7篮板10.4助攻1.6强弹 并且也获得了当赛季的MVP 这一切似乎就是为了报复那个投敌的杜兰特才打出这样的数据 如今的威绍已经成为一名底星球员了 但是威绍依旧能够打出非常不错的战绩 6.2013-2014赛季凯文杜兰特得到2593分 作为世界得分王的获得者 杜兰特拥有世界最强的个人得分能力 并且他的身高和天赋身 BAA历史上最为适合打小前锋的男人 也就是这样在那个赛季场均32分7.4篮板5.5助攻1.3强强 7.1970-1971赛季贾巴尔得到2596分 1971-1972赛季贾巴尔得到2822分 历史最佳中锋的天钩贾巴尔 不仅在一个赛季得到2500分 作为历史第二的总得分球员 他的成就要高于单赛季2500加的成就 而他两个赛季得到2500加的场均得分 70-71赛季场均31.7分16篮板3.3助攻 71-72赛季34.8分16.6篮板4.6助攻 这就是历史最佳的中锋球员数据最好的两个赛季 也在这两个赛季获得了两座常规赛MVP 一座总冠军和FMVP以及两个得分王和两个最佳阵容 8.2018-20119赛季詹姆斯·哈登得到2818分 当时的哈登可以说是自己生涯的巅峰时期 他打出非常优秀数据的同时 也获得了很多属于自己的奖项 场均36.1分6.6篮板7.5助攻2强段 荣因得分王和最佳一阵 真正意义上成为历史前五分位之一 之后哈登虽然没有2500加得分的表现 但是他在18-19赛季打出的成绩也是足够说明他的强大之处的 9.2005-2006赛季科比·布莱安特得到2832分 这一年的科比也正是迈入了自己生涯的巅峰期 而之前是与奥尼尔的搭档配合 如今科比成为了胡人队的孤胆英雄他的得分暴涨 一度飙升至2005-2006赛季场均的35.4分 5.3篮板4.5助攻1.8强段的数据 成为了联赛第一人 也在那一年获得了得分王和最佳阵容 虽然没有获得MVP 但是在07-08年依旧是拿到了该项荣誉 10.1986-1987赛季麦克尔 乔丹得到3041分 1987-1988赛季麦克尔 乔丹得到2868分 1988-1989赛季麦克尔 乔丹得到2633分 1989-1990赛季麦克尔 乔丹得到2753分 1990-1991赛季麦克尔 乔丹得到2580分 1992-1993赛季麦克尔 乔丹得到2541分 这就是篮球之神 这就是连续10次获得得分王的球员 他的上限不是联盟的上限所决定的 他的上限是单赛季3000加的为二人之一 他生涯15年拿到6次总冠军 并且有6个赛季2500加的得分 成为NBA的篮球之神 如果他生涯之中的几年不退役 那么或许能够触碰到更高的层次 这就是乔丹的伟大之处 在多个赛季达到2500加的得分 保持着极高的得分能力 10.1959-1960赛季麦克尔 章博伦得到2707分 1960-1961赛季 章博伦得到3033分 1961-1962赛季 章博伦得到4029分 1962-1963赛季 章博伦得到3586分